花莲施工所将进行东华大学美轮校区复兴国校 以及花莲高工等三校周边步道的整建工程 所需要经费高达3000万元 而花莲施贷会特别与施工所到场会刊 副主席黄达翔希望工程能够圆满顺利 让民众有更多友善的人行空间 花莲施工所将进行东华大学美轮校区 复兴国校和花莲高工等三校周边步道整建工程 所需经费高达3000万元 花莲市民代表会特别和施工所到现场会刊 副主席黄达翔表示 多年来民众经常反映人行道破损不力行走 希望这次工程完成之后 可以提供民众更友善的人行空间 因为在我们上任这段时间 已经持续受到民众在反映说我们的人行步道 因为树木的树跟隆起导致我们人行道 它的扑面整个做破损或是隆起的种种困扰 导致行走都诸多不便 所以我们也一直跟市工所争取说 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修整的这样子的作为 那也市工所这几年也一直持续的在协助我们在做 经过这么多努力我们终于有这个机会 做一个改善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也很期盼说这个工程能够顺顺利劣的完成 市工所建设科长徐国成表示 花莲市三校周边步道整建工程 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核定总经费 3106万1620元 其中补助款是2733万4226元 而地方配合款是372万7394元 复兴人行路桥部分在日前完成拆除 后续要展开人行道的改善工程 在施工期间也请民众可以多加体谅 并且注意通行安全 介络会换室报道